好的歡迎各位來到阿齋反光軍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很明顯聽出來本人感冒 因為過去實在是太操勞了 那但是這個顯然這週開始要四足熱了 那我們國際新聞時間當然還是請到瘋傳媒的 閻基宇副總編輯來這邊跟各位聊一聊 先請閻副總編輯打個招呼吧 各位聽眾大家好 昨天有沒有熬夜看四足 我每次都講成昨天好啦 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有沒有看 今天這個當然要看開幕戰 又是巴西地主隊森巴軍團出師 這當然要看 身為一個昨天晚上在睡覺的人 所以我還是要問的是 這個聽說第一球就是烏龍球 這個大概世界盃歷史上大概是第二次 第二次 幾年之前在德國有一次 就是世界盃第一球開幕戰第一球 自己踢進去 居然就是所謂的ON GO OG 就是OG球 這個當時而且開賽大概才10分鐘 10分鐘左右 那87後衛馬西羅 他在幫 其實他是在幫球們處理球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順腳踢進去 順腳的把它輕輕一撥 姿態非常的優雅 完全看不出痕跡 已經當今1等1的球隊 後來就展現零力的攻勢 狂風鮑魚一般 就反正打到 好像最後3比1 對對對 最後3比1 因為兩隊其實 克羅埃西亞 巴爾幹半島 雖然也算東歐盡旅 今天取代賽爾維亞出來 其實還算有一定的水準 因為他防守 防守做得很好 不過巴西的進攻實在太強 那他持球時間的話 大概65% 全部都在他走向 對對對 而且後來 而且後來那個 克羅埃西亞後防越來越強 但是巴西還是攻破 還是攻破 除了一球那個12碼 12碼 這有一些爭議嘛 我覺得 那個球 那個裁判那個吹判 吹判克羅埃西亞隊長的那個 犯規 其實從從波畫面來看 似乎是有點過度反應 但很多人說那是因為在蛇馬進去啊 所以有執法從嚴 可是感覺上似乎也太嚴 對啊 也有一些爭議大家在討論 那個好像是日籍諸神 對對對 日籍諸神 他其實也是老資格老經驗啊 不過那個 吹判似乎是嚴格了一點 所以難怪克羅埃西亞教練 賽後是破口大罵 沒想到今天世界盃 會以這樣的方式來開場 巴西也一個on go 也算是給了一個下台階的 但整體今年的世界盃狀況大概是如何 今天世界盃應該是精彩可惜啊 今天開幕賽第一場 巴西對克羅埃西亞 其實就讓人看得很過癮 沒有看到那種0比0這樣講到最後的 那明天14號 台灣時間是凌晨3點 凌晨3點 沒辦法 那個每週跟我們遲差 遲差11個小時12個小時 沒辦法 凌晨3點 那一場也非常值得期待 因為是西班牙對荷蘭 對 2010年南非世界盃決賽 提前重演 兩個中世紀的霸權 重演在現代的對決 對 那西班牙今年 今年 他的陣容還是相當完整 幾乎跟上一屆的眾人 陣容其實那個重疊蠻大的 那荷蘭當然是磨到霍霍 磨到霍霍要來報仇 所以明天上午那一場 明天凌晨那一場 應該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好我想我應該還是會用睡覺度過 這個太超了3點 但這一次我們之前其實一直擔心很多問題 罷工 然後交通或是內建狀況處理不了 再 是不是真如同預期一樣 一開賽大家就裝沒事 就混過去 其實罷工世衛都還是有 不過現在看起來也是 也是不影響整體賽事的進行 當然他們是等於說是一邊鎮壓 一邊安排賽事 不過後來還好 還好 就是如期的進行了 然後聖保羅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主球場 聖保羅體育場 第一場 他那個臨時 4萬個位子又加了2萬多個 這可以臨時加上去 就跟攤位一樣 而且加2萬個 加2萬個 不是加2千個座位 加2萬座位 我們剛剛一直擔心那個 那個stadium會塔下 對啊 就臨時趕工 不過看起來 整體而言 還是平平順順 樂天的氣息 還是概念的氣 不過 有個阿爵就是 那個在開幕儀式 開幕儀式 開幕儀式其實也還蠻好看的 而且很短 只有25分鐘 欸 這個 跟巴西人 樂天而反慢的性格 不太相同 其實有個原因是因為 在草地上舉行 喔 所以他怕把草還快 踩太久就糟糕了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那個 八年前在德國 也過踩三十幾分鐘 上次在南非是比較久 這次大概是二十幾分鐘 嗯 二十幾分鐘 也算是很精彩 在開幕 開幕儀式的時候 這個巴西總統 那個盧塞夫 一進場 全場虛報他 唉唷 哇 真是太丟人了 一個宣洩的角度 雖然這個 雖然是氏族的那顆球 愛迪達那個球叫巴西榮耀 對 巴西人這次也是累積了很多怨氣 不太榮耀 一方面是國家榮耀 一方面是累積的怨氣 不過還有第一場 三比一 奇該得勝 算是給了面子 但有一件事情 我比較好奇 就是為什麼這一次巴西的整體球賽的足球場的分布 這麼廣 就你可能要坐飛機 飛到下一個賽區 賽事去 因為巴西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國家 大到沒辦法 這分在12個城市 64場比賽分在12個城市 不過這大概也是世界盃的慣例 近幾屆都是如此 他有個主辦國 但是他那個球場 他不會只集中在一個地方 因為他也沒辦法 一個城市也吃不下 對 因為他必須很密集的在 密集的在一個月內 密集的比賽 而且很多旅館 或者是什麼都搞不定 所以這個真的沒辦法 另一方面他也有地域平衡 是 希望大家都賺到錢 除了首都巴西利亞 低大的聖保羅 還有那個森巴首都 那個黎月勒勒勒之外 他幾個地方 東南沿海的城市啊等等 他也都要照顧到 甚至連亞馬遜雨林都要 哇 會不會有生態上的問題 他們是覺得還好啦 反正對地方來說 正好就宣傳一下 站上國際舞台 最有名就是那個 亞馬遜雨林的路口 甚至叫馬瑙斯 馬瑙斯 他們就招來說 遊客 遊客來這邊 可以看球賽 可以看雨林 可以看原住民的文化 可以看當初那個 西班牙殖民者的廢墟 那就是一個旅遊行程 劃生態之旅 三合一 那也算是給當地人 帶來一些額外的收益 希望巴西總統之後 能夠善終 不然 他們今天 他今天十月要選 那今天要完蛋 今天巴西其實是大選年 總統加國會大選年 光是看網路上報導 他真的很多基礎建設很大廠 什麼單軌啊 這個只蓋了一半啊 然後機場淹水啊 然後趕工就有工人死亡 那我昨天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仔細想 很像是一個放大版的台灣 我們機場淹水啊 我們也有五陽高架啊 對不對 我們也有各種各樣 他們遇到的問題 但整體來看 這一次的 這個 巴西的世界盃 應該會順利落幕吧 應該會 不過巴西真的還蠻慘的 因為接下來是2016 里約奧運 里約奧運 他們現在也是被 也是被 國際奧委會定得滿頭包 因為你看到那個廁所 連隔間都不蓋 因為是索契奧運 在線 他前陣子 基本上已經被 國際奧委會 等於說發布警告 對 2016 剩兩年 對 但是國際奧委會 還特別派了一個 等於說是監工 監工團隊 現在就已經到了巴西 現場去盯 你到底還有什麼 還沒完成 到底什麼地方還有問題 預算有問題 工程有問題 可是接下來這個月 等於形同停工 大家都在看四組賽 怎麼可能跟你蓋很大 他們現在2016年 都 2016年頭痛 頭痛時刻都還沒有過去 那可能索契 冬奧的慘劇要重演 所以 除了這次的四組賽之外 現在還有什麼 特別的新聞 我們應該再注意 特別進來 這兩天有個新聞 異軍突起 就是伊拉克 對 伊拉克 大家都知道 伊拉克戰爭 2013年 美國總統小布希 找了一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理由 對 還找國務卿鮑爾到聯合國去那邊演戲 拿著一個使館 拿著那個使館 在那邊裝 搞到半天都假的 對 害著鮑爾四星上將 一失英明毀於一旦 被迫說謊 真可憐 他一生最丟人的一刻 沒錯 就是伊拉克 大家已經稍微有點淡忘 覺得說 他應該 感覺上應該慢慢會不正常 對 應該要自聚 對對對 他今年四月的時候也舉行國會選舉 那也OK 他也還OK 沒想到 大概6月9號那天 伊拉克的一個恐怖組織 他名字有點長 叫什麼 伊拉克與黎凡克伊斯蘭國獨 我記得好像很多個L IL什麼東西 對 我們就簡稱他ISIL 還是很難記 ISIL 他突然異軍突起 攻陷了伊拉克北部 一個大臣叫摩蘇爾 摩蘇爾 大概有200萬人口 其實比台北市少一點點而已 對啊 怎麼會這麼容易就攻陷呢 因為照說一個恐怖組織 我們對於恐怖組織的概念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組織嘛 03 然後用很多的細胞所組成 你要發動正規攻勢 甚至打下一個城市 基本上很少見 這個其實 這要從伊拉克本身說起 伊拉克大家都知道 他是那種兩河流域 但我們小時候讀歷史書都知道 美索不達米亞 是的 底格利斯科又發拉底格 一個不文明的發源地 對 就是人類最早的文明 那他後來變成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大家應該也知道 伊斯蘭教分成兩大派系 一個叫什葉派 一個叫遜尼派 遜尼派 遜尼派是主流 絕大部分 台灣的 台灣的穆斯林 穆斯林朋友們 也大概都是遜尼派 對對 那這遜尼派 但是在 他在伊拉克 他是少數 那什葉派是多數 反而相反就對了 對 那他們雖然都信奉伊斯蘭教 都讀古蘭經 都信奉同一個上帝 真主安拉 可是這兩派呢 向來是水火不容 對 彼此鬥爭 甚至武裝鬥爭的情形很多 對 那大家很熟悉 這個03年被老美幹掉的 前途殺害者哈山 是 他是遜尼派 他在位的時候 什葉派就很可憐 什葉派就很排起來 就被壓迫 偶爾起來抗議 就被哈山殺入宅 正在動用化學武器 對 動用化學武器 那結果哈山垮台之後 什葉派就上台 那 本來遜尼派從當權者 接下來 現在就變成 在野黨 變成次等公民 是 尤其什葉派上來之後 雖然表面上一定講大和解 但私底下 那種報復壓制 歧視措施 基本上一樣都不會上 但是等等 對 我要插個嘴 可是問題是在這個 他們重新上台的過程當中 美國還是在地監督啊 他們除了軍事訓練 然後還輔導他的政府 但他為什麼沒有想辦法去強制 一個平權措施 平權他們是有想辦法做 甚至像性別平權 像他們那個國會 他們有規定 至少要三分之一 至少要三分之一 可是那個教派的 你可以說這教派仇恨 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一千多年 恐怕短期 沒有辦法 所以就算美國這樣 美國這樣一個強勢接入福島 他還是沒有辦法 可是照說 我們都理想性的 會說美國應該已經訓練完畢 這些安全部隊啦 然後照說應該要能打 可是怎麼會連遇到一個 沒有那麼正規的恐怖組織 在打城市攻防戰的時候 就丟虧器甲一下就被打下來了 ISI有一個比較特別 他是迅尼派 他是迅尼派 那他其實最仇視的 倒不是美國大兵 跟我們一般講的恐怖組織 就是仇西方不一樣 不太一樣 他專門殺實業派 他就是一個宗教恐怖組織 他是一個教派恐怖組織 所以他在 他在伊拉克民間 甚至在敘利亞 其實是有不少的支持者 所以他是有 有他比較蠻深厚的那個民間 民間的那個實力 而且他向來以那種手段兇殘著名 所以那伊拉克安全部隊 雖然在美國訓練之下 不過從現在 這幾天態勢看起來 很顯然那個訓練 完全不能打 那個裝備 真的美國還要賣他 比較新型的F-16 台灣都還買不到的 很顯然對伊拉克的軍隊的 可能裝備是更新的 但很顯然對士氣對素質 沒有多大的幫助 因為基本上你對這種非正規部隊來講 就是他們目前伊拉克看到的狀況 就幾乎一圍城或是一入城 就馬上就跑 就跑了 然後什麼脫了這個軍服啊 然後這個西裝脫了 就假裝成一般人就落跑了 對啊 因為如果留下來的話 基本上都會被槍決 因為這ISIL已經槍決了 在摩斯魯爾 在提克里特 然後攻陷幾個城市 大概都已經槍決了一些人 哇 所以這個基本上 看起來完全是士氣的煥散 其實也不是裝備的問題 對 現在甚至連首都巴格達 巴格達都受到威脅 看起來不妙 尤其是美股又受到牽連 又跌了一百多頂 對 而且台灣可能下禮拜就會深受其害 因為油價 原物料就要 油價前整其實都還蠻穩的 但是伊拉克這個事情一上來 那油價馬上大漲 這兩天大概漲了兩趴左右 台灣可能下禮拜 大家用車的人 可能這禮拜先趕快去加入 趕快練習走路啊 這樣方圍上策 至少禮拜天要趕快加滿油箱 可能禮拜一 不然下禮拜就要再大幅調漲 那所以我們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繼續討論 這週的國際新聞 好的 歡迎各位再回到阿宅反航軍電台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 還是這個瘋傳媒的 演技與副總編輯跟大家聊一聊國際新聞 剛剛我們已經聊了 市族碑跟伊拉克這次的忽然發起的 非正規組織 把正規軍打丟灰棄甲的狀況 那還有什麼其他新聞 我們必須要注意 我們看看科技業 科技業在13號 有一個台灣時間13號 蠻有趣的新聞 我那邊被洗板 你知道我已經看到好幾個國外的報導 台灣的報導 那都在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就特斯拉 是 特斯拉 特斯拉的那個老闆 伊朗馬斯克 很多人說那個鋼鐵人 鋼鐵人裡面那個小勞伯道尼 勞伯道尼那個石塔克企業 據說就是以他為難 但這個東西我們每次都要拿出來討論 就是那他爸這個 當年大家都說 這個 因為你也知道鋼鐵人 不是現代才創造出來 所以當年在有 特斯拉克的時候 大家都說Howard Hughes 是他的遊戲 結果沒想到 時間演變一下 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Howard Hughes是誰 Howard Hughes 之前啊 馬丁斯克其實拍過一部電影 那個 尼納豆迪卡普利歐也 對 不過 不過那個Howard Hughes的晚年 變成一個怪咖 是啦 我也不知道Yellow Musk 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個怪咖 不想看起來不會 今天最佳我 有錢 但那個 這個Google的兩個創辦人 其中一個 現在也幾乎完全淡出 這個科技界 他完全在做工藝跟研究 他的那個X-Project 他基本上 他配起來比較活躍一點 他就比較 所以搞不好他將來 會是變成另外一個怪咖 目前看起來 Elon Musk是非常活躍的 他造型的 他還玩太空 對 他今天還去過中國 對 SpaceX 他做商用火箭 做得有聲有色 那言歸正傳 Tesla Elon Musk 他就在台北 美國時間是12號 他就出來宣布 就是他 Tesla公司 關於電動車的 所有的專利 他基本上就開放 開放 就是說 你有辦法 你就拿去用 這個聽起來是很奇妙的 專利權 因為基本上 這個行為之所以 造成軒然大波 是他跟美國 近幾年 對不起 不能說近幾年 就是近50年資本主義世界 透過專利權 保障公司獲利跟競爭優勢的做法 是完全相違背的 所以掀起了非常大的討論 那 一般來講 大家推測 Tesla 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的確是蠻特別的 因為大家 現在 你提到專利權 三個字 大家馬上聯想到 法庭訴訟 什麼三星 還有什麼專利張覽 三星與Apple大戰 三星與Google Google Google與Apple 專利大戰 那個 Tesla 到時候反其道 反其道而行 那他 那麥斯克他的本意就是 他其實他的 他的直接的說法是說 對他的專利權 他放棄所有法律追信 就是說 他也不會說直接送到你公司裡 他也不會說在網站上公佈 圖文幣 公佈給你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用了 你放心用 放心用 你拿去用 我不會告你 這個講法是比較保守 就是Reverse Engineering出來的東西 對 你厲害你拿走 對對對 我不會告你 那很多人在Tesla說 其實 那個Mask 他主要是要打造一個 電動車的一個生態系 生態系 他認為說如果整個電動車市場 帶起來的話 那對Tesla而言 是助力 而不是增加競爭 加電站 或是快速充電技術 這些都是有利於整個產業 而當然 因為他這樣子的版權 或是專利權開放 他還是有競爭優勢 對 那只是你其他人能夠拿到 2nd grade 或者是這個2nd generation的東西 而我可能是3rd generation 我一定第三代 你拿第二代 對 所以你的競爭力不會如我 但是你幫我把市場打開了 對 所以其實Mask他說 其實以前Tesla的專利牆 專利的防火牆 主要是擋一線的大廠 所以就其他的GM Toyota Nissan之類的 可是他覺得說這幾年看下來 所以這些大廠對電動車 顯然不夠投入 現在大概佔他的產能產量 佔這些大廠產能產量 大概不到1% 不到1%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防火牆 已經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存在 他希望說整個電動車產業 如果能夠 藉由他這樣的放棄專利權 來帶動的話 帶動的話 那不但對他自己企業有利 也對整個人類的社會有利 那其實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Tesla 他今年 今年有一個很大 很大票的投資計畫 大概10億美元 10億美元 他要在美國 美國蓋一個 所謂GIGA factory 超級工廠 這超級工廠很特別 他不是直接生產車子 他是生產電池 也就是關鍵零組件的上游廠產 對 生產電池 生產電池 那這生產電池 將來如果這個廠如果蓋好 產能全開的話 大概估計 一年可以供應50萬輛 那基本上全球可能 電動車產能一半以上 對 所以對Marske來說 所以他開放專利權 如果真的能夠帶動電動車市場 對他來說 其實絕對未必是損失 因為他又控制了上游 上游那種電池的 電池市場 就是他不但是電動車的生產者 他還是整個電動車供應鏈的 很上游的一個supplier 而且是一個關鍵 他已經掌握那種規模經濟的 一個supplier 一個供應商 所以這也是他 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 但問題是 真的會成功嗎 所以其實是賭賭看 不過Elon Musk 其實本來就有點冒險性格 我記得他第一筆錢 是不是從PayPal拿到 對 PayPal PayPal在當年 當年他後來脫手之後 當然 這個華爾街後來是對他 他對這個是不太賞臉 因為他在宣布之前 當天Tesla股價還上漲 漲下蠻凶的 一聲一波好就反漲 就下來了 到最後是做跌 是跌的收視 所以投資人是有點疑慮 這個其實講的 就像Facebook當初買 這個VR顯示器一樣 至今還沒有給我漲回來 可恨 但我覺得其實像其他的部分 美國的這個科技業 包含一些網路公司 其實都面對到一些爭議 比如說 YouTube最近 跟很多Independent的這個 廠牌 唱片廠牌 一直有一些爭議 就是他們要求你的授權 或者是你的這個播放 或是即使是MV也是一樣 你在我這邊播放 那我要跟你有一個拆帳的動作 而且似乎價格不太合理 引起了頗多的迴響 這怎麼一回事 其實YouTube 可能問題現在是YouTube 它的Market Share太大 對 就是說你 但我打個岔 我想各位可能 由於沒有像我一樣那麼下流 所以沒注意到 其實YouTube現在露點了 A片已經 或者露點的劇情片 已經可以上傳了 我也是前一陣子才看到 所以我想說 怎麼露點 但它其實現在已經 敲敲敲 它沒有大張起步 所以很多人 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本人經常在上面 測試各種關鍵字的插序 所以就發現 有很多人 已經偷偷的上傳一些日本的 它不是三級片 它可能沒有露第三點 但是它兩點全露的劇情片 已經在上面是完整 而且它不會下架 所以它最多只是幫你上一個 18鏡的這個點選按鈕 對 不過YouTube的情形 其實跟iTunes有點像 就當年那個唱片業 對iTunes也是 也是怨聲載道 也覺得蘋果的態度太硬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在網路上 你除了YouTube之外 你大概找不到第二個平台 那基本上你就 你不管做Promo也好 或做銷售也好 做搭售也好 你大概非得經過YouTube這個平台不可 所以感覺我不認為說 不論說那些內容產出業者 在跟YouTube談判的時候 可以討到什麼便宜 其實應該這樣講 YouTube的這個做法 其實我個人看到了一個曙光 這個曙光的意思就是 像我們自己在製作很多影片的時候 那個音樂授權一直是很大的問題 對 那如果它今天能夠彈成這個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樣子的授權的話 那就等於是我影片上傳 那如果我用的是你已經列管了這些 不管是Records 或者是單曲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付費 購買這個使用權 那當有了這個使用權之後 我也可以播放 那我也可以拿到一些廣告的Share 那我就可以 甚至我可以在離線的reality 就是真實世界裡面播放這樣子的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種 著作權解決的方案 否則現在我們光是拿到一個 唱片或一首歌曲的著作權 超麻煩的授權這裡買一買 那裡買一買 搞到最後甚至繞了一整圈 發現告訴你說 最多也只能在網路上用 真實世界不能用 所以我個人有一點小小的期待 希望它能夠解決這個部分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網路商業的一個特質 因為其實這個談的 其實絕對不只是YouTube跟營業者而言 它其實另外一方面是面對整個網友 整個網路的電子商務的生態圈 對 我想這到底是一個進步還是一個倒退 可能還是要讓時間來證明 但不管怎麼樣先進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的 歡迎各位再來到阿宅航空軍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又是國際新聞時間 我們請到的是 瘋傳媒的研劇與副總編輯 來跟我們聊一聊這一週的國際新聞 這一週還有什麼國際新聞呢 對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看一下離我們比較近的地方 香港 是 香港最近很激動 對 就是那個11號的時候 中共國務院的新聞辦公室 國新辦 是 不是國台辦 不是國台辦 是國新辦 國新辦 就突然 連陸媒都覺得很突然 對 因為沒有前面的鋪陳 最多勉強相關是香港說我要站中 我之後要推出一個 站中已經推很久了 對 但是站中到底什麼時候要做啊 7月初 就是他一直在講 就7月初要實行就對了 對 就是國務院的新聞辦公室都突然發布了一個 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那個白皮書 白皮書當然就是說明歷史淵源 說明現況 但是香港人看了就覺得這個雖然是白皮書 可是他們看了覺得非常的刺眼 非常非常刺眼 那簡單講 他們認為說這白皮書等於說是中共 北京當局對香港的一個立場的宣示 要開始全面強化對香港的管制 從行政 立法 到司法 到司法 都要開始加強管制 就是 當初 鄧小平所承諾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97年回歸的時候 50年不變 對 馬照跑 照跳 對這樣的一個 一國兩制 就是似乎已經極其可為了 就是說好像告訴人 好像言外之間告訴香港 你不用去想什麼特首普選 對不對 將來你的香港 會越來越像中國內地的一個神 所以這個對香港來說 等於說敲響的警鐘 可是這真的應該這麼說 就是因為對這個白皮書來講 台灣這邊的共鳴一開始其實不大 因為這個當初並不是我們被許諾50年不變 所以我們不覺得說白皮書要 然後怎麼樣 那據說這個當天有人 有電視節目做白皮書的探討的時候 搜出去盛查 因為一看到 轉答 這香港干我什麼事 可能還在打槍 但其實這個東西 愚蠢的國台辦 把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變成唇亡齒寒的一個狀況 對 覺得第二天好像 好像那個老共那邊好像 好像怕台灣搞不清楚的狀況 對他還覺得我今天跟香港講 結果你台灣好像搞不清楚 那我不妨再讓台灣也覺得痛 對就好像用暗示的不夠 用民視的 好好來點你一下當頭棒喝 結果第二天國台辦 國台辦那個發言范立青就講了 台灣命運誰決定呢 不是台灣人決定而已 中國人民全體決定 他中間還加了一個括號 他可能自己覺得是進步 包含台灣人民 所以這個就讓我們警惕到 就是中國 他對香港的政策的改變 那其實是不是也就代表 他對所謂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長期以來 他奉為一個範本 奉為範本的他們的一個 重新的詮釋或者立場改變 因為感覺他們的鷹派 似乎在這一陣子隱隱要抬頭 可是這個時機真的很怪 就是第一個 7月要佔中 就是香港要推佔據中華 然後6月23號張志軍要來 對 那你在這兩個之前 推出這樣子的政策 或是做出這樣子的宣誓 其實我都不清楚 你知道我試一下聊 我會覺得奇怪 范林青是不是跟張志軍關係不好 就好 你要來台灣對不對 我就在你來之前一週激化這件事情 然後讓你來台灣 我敢肯定一定會有激烈的抗爭 不然很多台灣的政黨會交代不過去 其實不管國台辦或者國新辦 那底頭上市都是國務院 對 照理說他們彼此之間應該會有某種程度的協調 那這一次之所以會這樣兩個事件撞在一起 撞車 那其實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北京當局對香港的態勢 覺得說已經到一種 他可能壓制不了的感覺 到一種無法容忍的地步 你說那種戰衆運動 他們動用各種方式 隨著親中派的媒體 親中派的政客 那香港的商界商會 這樣全力壓制 但似乎壓不下來 抽廣告影 對 然後 戰衆運動大概7月初開始 但是他6月22號 他有個公民投票 他有公民投票 就是戰衆運動 他列出三種特首 特首的普選的方案 選舉的方式 特首普選的方案 他先開放電腦網路投票 他6月22號當天 當天也開放實體投票 那這個對北京當局來說 這又是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 等於說一個挑釁的動作 那加上這一陣子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香港那邊 香港那邊也響應的 沒有軟實力輸出 他們也去佔據他們的立法機關 然後這一陣子 只要是台灣 只要是跟綠營有關 甚至有時候只是沾上邊的人 到香港去 那陸媒那邊 陸媒都會發出警告 就很嚴重的打壓 對 姿態比以前要強悍 對他們會說是台獨分子 等於說到香港傳授他們的 傳授他們的 等於說是要鼓吹 鼓吹港獨 等於說台獨輸出 到那邊變成港獨 對港獨 所以他們對香港 很顯然 有一種非常非常強烈的 強烈的不安感 這個要解釋起來 真是千絲萬縷 講不透了 就是香港這一陣子的 反彈其實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自由行 是因為這個開放中國遊客 到香港去之後 造成了很多根本性上 因為據說我上次看到一個數據 我現在不太確定是不是對 就是這些人的消費 已經佔了香港的這個整年度的經濟 生產的14%以上 對就是 香港齁 你看整個地圖 香港真的在龐大的中國的底下 對所以中國一舉一動 香港那邊都會受到 引起相當大的波瀾 從之前那個奶粉世界 搶奶粉 對說中國人不敢買自己的 自己家身國產來的 跑到香港來買 對然後中國的孕婦到香港 到香港去生產 然後中國人到香港去炒樓 把那個房地產價炒到 香港人 連香港人都受不了 連那種老攤子 因為這個變成一個 香港文化的基本挑戰 就是不要說中華那一代 很多幾乎是遊客去的地方 那種一樓都被 是什麼Burgary Louis Vuitton 或者是各種這樣的名牌 給佔據的時候 香港人覺得 給了我的生存 或者我的生活方式 受到一個根本性的威脅 而歸咎於是 大陸遊客消費太多 對 然後大陸遊客 大家也知道很潛在 很有名的尿尿事件 是 對尿尿事件等等 所以這些 這些 陸港之間的交流 反而越來越多 香港人開始心中有個疑問 我們跟中國跟內地人 真的是很不一樣的兩個族群 因為持平來說 就是 我認為香港前一陣子的這個演變 已經走到兩個極端 因為第一個 那個街頭尿尿事件 其實 我看了一些 這個包含了中國大陸 包含了香港人的評論 他們其實有一派說法是 香港其實不是一個 那麼對旅客友善的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它整個街道設計 或是交通設計 大部分是為了上班 那你就是一個上班族 所以 當你走在街頭的時候 是不太可能 有很方便的公共廁所的 那你帶小孩 在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很難解決 所以那 包含了 當然這個必須要承認 是中國大陸的遊客 可能來這邊的數值不見得 有一定程度 那所以 它簡單解決方案 就是路邊尿 那 雙方這種 根本性的認知的差異 就產生了 可是在前一陣子 其實它也產生了另外一個挑戰就是 以外人的角度來看 香港那一陣子的反彈 又牽扯到了種族歧視的問題 就是它直接 蝗蟲 然後 這個叫 譬如說 中國人滾回去 這個 嚴格來說 就變成非常 香港國族主義 所以它不是一個國 那 你也不能夠說 這是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可是問題是 這背後千絲萬縷的狀況 就是包含了 好啦 那出現這個狀況 正常來講 應該香港要 覺得說 好我們可能走到太過極端了 要克制 但問題是 老公就覺得不行 那我們就要打壓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了 其實有點像台灣 當年要加入WHO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那種無疑 不准你加入 然後殺主看這個白癡 我覺得 這家真是台獨臥底 你知道就是 很多時候在台灣的 這個我們的居民 其實 中華民國國民 不管你也怎麼說 就是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 保持一個 模糊的曖昧 也就是保持現狀 但是像 沙主康啊 范立青這種 蠢蛋 如果三天兩頭出來 搞這種東西 你 你叫我們怎麼相信 張志軍講說 哎呀大家就 意中求同啊 擱置爭議 幹狗屁 你根本也沒有 你三天兩頭還拿出來 提醒我的時候 很多時候 這種做法 等於是面對 驟死 這個驟死題就是 你逼得我 沒有中間模糊地帶 沒有所謂的保持現狀 而是你就告訴我說 要嘛你就台獨 要嘛你就讓 中國跟台灣居民一起 決定台灣的未來 那這種愚蠢的 鷹派的做法 我覺得長此以往下來 包含對香港 包含對台灣 可能都會造成 非常多的負面影響 但也許老共不在乎 對可是 就是從2000年到現在 2000年最有名就是朱鎔基 對 他幫陳水扁助選 對啊 超級助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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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應該印象深刻 那陳水扁對他應該 到現在應該都還非常感念 不是但嚴格來講 他的預言不算有錯啊 陳水扁現在被關起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就 可以看出來 這就是中國讓人 北京當然讓人 非常非常失望的一點 從2000年到現在14年 真的14年的時間了 那感覺上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學習到 怎麼樣用 軟實力的方式 來 化解 也不一定很難化解 但至少 能夠稍微緩解 紓解 兩岸之間的 兩岸之間的 那種衝突摩擦 能夠搭建一個 大家比較能夠可以溝通 可以對話 可以多談一些事物性的 事物性問題的 問題的那個平台 我想他們最近這一任做法都是 激化對立 然後我覺得連勝文一定相當的不爽 就是你莫名其妙 我就要選市長 你來跟我鬧 結果 我想在這一波裡面 可能真正會立即受害的 大概就是連勝文這樣子的候選人 但是由於他是內政問題 又不關我們現在國際新聞時間 我們暫時就不要那麼深入 先進入廣告休息一下 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阿宅反映軍電台的現場 那今天是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那我們從前面一路聊足球 聊到的現在 最後一個恐怕要回到這個 國外的這個政治問題 那請這個 嚴副總編輯問我們說一下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什麼新聞 我們來看看美國政治 美國政治最近這個禮拜 有一個爆炸性的事件出來 台灣沒有特別注意 不過這個對美國政治影響非常大 當然對台灣也會有 第二波第三波的衝擊 那這個跟美國的初選有關係 台灣最近也在搞初選 像是13號的話就是柯P 柯P跟姚文治 目前看起來可能柯P稍占一些優勢 因為姚文治還中一旦 你知道姚文治超倒楣的 就是那個 他去他的底下支持者里長 跑去找超馬選手 對結果 半夜要站來 結果陳彥柏欺賭了 然後PO文之後才發現 結果是姚文治 你看他本來就已經很吃虧了 最後被自己人在背後捅了一刀 那美國今年有個很重大的選舉 叫其中選舉 11月初 其中選舉就是國會的眾議院 435級全部改選 那參議院100級改選3分之1 加上還有30幾個州的州長 那這個等於說是對歐巴馬第二任期的一個期中考 而且歐巴馬接下來他兩年剩餘任期好不好過 對 就要看這個時候 能不能樹立每個總統都期待的歷史定位 那其實就是看這一次選舉 那在選民投票之前 那先黨內初選 那共和黨呢 在這個禮拜黨內初選 就爆出了一個 等於說跌破大家眼鏡 幾乎跌破每個人的眼鏡 因為叫說應該正常吧 就其中選舉不是一個 非常震撼性全面性的改選 那只要沒有做出太丟人 我一直記得之前有個姓Winner的 這個議員出了一個動搖照的新聞 否則應該是不會有大影響 先任者通常就佔了絕對的優勢 那這個人呢 就是維基尼亞州的聯邦眾議員 叫Eric Cantor 坎特 51歲 這個人還是算是壯年 算年輕 那這個人有什麼特別 他是共和黨在眾議院的第二號人物 有點像我們的黨邊 就大概是差不多林洪池那個位置 可是他在黨內位置 遠比林洪池高 林洪池基本上就是天命行事 那他 他不單是第二號位置 而且他年輕 而且他普遍被認為說是 現任議長貝納 貝納接班 要接班了 對對對 因為貝納今天也六十好幾 六十四歲 之前就很放風聲說要告老還鄉 去賺錢去了 我覺得 那一般都認為說 這個Centor 51歲 而且他已經大概連任了七屆 已經十幾年 當然十幾年了 而且他是猶太人 聽起來很完美的一個 formula 過去幾屆幾乎都是 泰山鴨鼎市的勝選 民主黨到最後根本不太敢提對手跟大選 懶得浪費行動 結果沒想到他這一次在自己老家 維吉尼亞州 那個選區就在櫻沟裡翻船 輸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 一個學院的一個教授 那個學院真的沒什麼人知道 這美國一個很小型的一個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也就是連名校都不是 對對對 一個經濟學教授 就Brett 巴特 而且是大敗 大敗給他 而且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 發援共產黨內部 預測到說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甚至Kender本人 那個慶功晚會都準備好 真的太尷尬了 那個紙花紙炮 都已經準備好 結果沒想到他在 他在自己老家 黨員的主選選 對 真的就是櫻沟裡翻船 但難道沒有任何的跡象跟事後的分析 找出來原因嗎 因為這是很大規模的一個翻盤 對 這個Brett 他是政治素人 他是政治素人 那他之所以會 之所以能夠這樣子翻盤 當然一部分原因是來自查黨 所以查黨其實本身不太算一個黨 查黨我們可以理解成 共和黨內的極右派 有點像 這怎麼講 就是他比較像是倒國前進的感覺 就是 你可能立場傾向某一個黨派 但你又不是百分之來屬於他們 但是雙方是一個合作關係 那 目標大部分接近 但少部分不同 對 那查黨基本上就是意識形態非常的保守 保守 不管是堕胎議題啊 勇槍權啊 之類的 然後查黨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 他們主張小政府 就最好 管得越長越好 最好 跟我們中國人 台灣人 華人習慣這樣大有為政府 這很不一樣 那這一次Bred他主要就是受到查黨的支持 查黨的支持 那他就這樣用鴨子滑水的方式 就能默默耕耘 他得到當地維基尼亞中級的那個電台名嘴 電台名嘴的幫忙拉票 不停的瘋狂炮轟 對對對 他都基本上他都是那種小木款 但是他木到最後大概不到坎特的十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 但是坎特很明顯他就沒有察覺到 故鄉選民的 已經鬆動了 對對對 那這Bred他就 他就從各種角度 來泡轟的坎特 說他很多地方 他就不夠保守 沒有堅持他保守派的政綱 這真是太妙了 我很少聽到有人被攻擊說 不夠保守 不夠右派 對不夠保守 不夠右 這坎特其實是有苦吃不出 有苦說不出 因為他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 所以他必須 他不能那麼偏激 他必須跟黨內的主流派協調 真的必須跟民主黨協調 真的必須跟歐巴馬進白宮 做個談判桌上 他沒有辦法 像說其他比較邊緣的 我就旗幟洩明 我就反歐巴馬健保 反全民健保 反徵稅 反什麼反什麼 對 他總是要讓步 對 讓步他說我以大局為重 我總共推出一個協議 我讓預算可以過關 政府不會關門 可是問題是 但地方選民不瞭理 對地方選民就說 這就是政客 背叛 對你看看你過去選舉的時候 你怎麼說的 現在結果你居然跟敵人 通過這樣的一個法案 同流合污 對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背叛你那種重心思想 不像你重心理念的法案 那堪德本來不以為意 但到最後一週兩週的時候 他發現不太對 被鬆動了 對他後來回去幾次了 以前都是掌聲了 但現在回去發現 咦怎麼虛聲慢慢出來了 糟糕 出來了 甚至他幾個地方上的那個調阿咖 裝腳 也居然被拔掉 被拔裝 這時候才發言不對 最後一兩週他回 等於說回師固本 回師固本 他勤跑基層 他本來也認為OK 本來應該只是說 想說救回來 對只是說但選的 稍微難看一點 稍微難看一點 到時候那個慶功宴 提前收賞而已 就沒想到 沒有慶功宴 不但是輸 不但是輸 而且是大輸 輸10%以上 輸10%以上 那這個對 這個對美國政治會有相當大的影響 是因為我們之前 從稍早就一直在討論 就是極端派在美國政治 或是在世界各地的崛起 其實導致了 像譬如說上次歐洲議會的選舉 像譬如說接下來的其中選舉 他都會導致各國的政治 在經濟狀況不好的狀況下走極端 但他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看見 但是我們就會持續關切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拭目以待吧 希望不會是太壞的影響 那今天時間先到這邊 我們希望各位下個禮拜繼續收聽 阿債反映軍電台的節目 我是朱全 大家掰掰